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臭义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有关这个展示一个用我们这个橡皮泥 或者是用这种珍珠黏土的彩泥呢,就能够自己制作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猫猫虫 那么我们需要的呢,就是这些啦,它们都是珍珠黏土,叫做foam clay 然后我们用了这个foam clay的话呢,它是能够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完全的晾干 晾干了之后的话呢,就能够得到我们非常非常坚硬 然后它的这个材料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珍珠黏土啦 我们可以把它先进行的一个揉捏,做出我们这个小的这个猫猫虫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再拿一点我们这个小的红色 当然呢,还有我们这个黄色 还有我们的蓝色 还有我们的蓝色 当然还有我们的蓝色 当然还有我们的蓝色 然后我们的蓝色 再来放上我们的黑色的瞳孔 再来放上我们的黑色的瞳孔 那么做好的呢 小妈妈虫就是这个样子啦 我们要把它放到这边呢 是进行一个定型 好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目水箱按个赞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呢 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频道每天每周都会进行一个更新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